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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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留一些时间 各位有问题吗 缅甸传统文化太重要了 如何发财 如何帮助往生者 特别老人躺很久还没有走 如何解除各种生病的方法 里面有将近200条 但是还没有全部 我们已经收集五年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然后他们按照这样去做 而改造的方法 非常重要 各位这里面很浅 一看就知道 重点是你要相信 比如说 里面有说了 一个人头痛的时候 突然头痛 用铁钉 放在痛的点 碰十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停五分钟 他就会减低痛苦 有些人说这个很荒谬 最近台湾香港报纸都在登 那个海涛法师很荒谬 我说这个是缅甸佛教 人家传承几百年的 你又没有痛 铁钉试试看再说 这个方法 这个是有实证过的 那你应该去试试看 而不是说嘲笑别人 对不对 当然为了媒体的收视率 就来嘲笑 我们也不能生气 愿他知道就好了 所以这里面都有写 肠胃不好的人 饭前一定要喝水 佛教老和尚本来就说了 忧郁症 怎么医呢 这上面有点点 早上用水去供佛 这个水拿来吸三身 然后吸洗脸 减低忧郁症 还有一种很重要 记住一听 你去哪里回来 突然头晕头脏 好像被鬼冲到 缅甸怎么做呢 那你要拿一个矿泉水 抓一点然后鼻子 吸一下 吸一下就冲到你的嘴巴 然后那个 再用这个水吸吸点 那个冲就离开了 那个冲到你身上的鬼神就离开了 这是很快的方法 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生意要好 你在你家里的店 开店的门口 要摆两个镜子朝外面 你生意会好 如果更快一点 外面挂一个 等一下也会送给各位这个棋子 金凡 就镜子上面挂一支佛教的金凡 然后生意会好 如果还要赚更多钱 就在公司里面的玻璃柜里面 摆一个玻璃瓶 大小没关系 把那个稻米壳 没有稻米的空壳子塞满 那一瓶放在里面 相不相信 为了发财只好相信 你去做做看 做了以后你说 哇这个很好 对不对 那我们要告诉别人 什么方法什么方法 所以还有一个这里面有写 希望生意好 如果你公司有摆佛像观音菩萨 要买三朵白色的假花 供在佛像前 那祈求生意好 那这些方法里面都有了 都写得很好 所以这一本 自己看好不好 你一定 如果你关心的话 自己看 看好了以后 印给别人了 他要发财 他身体不好 他夫妻吵架 夫妻不想吵架 要把镜框用红色的 千万不要用黑色的咖啡色的 要用红色的镜框 然后呢 要供三个包子 树的供在佛前 这样夫妻感情会好 缅甸佛教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女人每次月室来就要死要死了 很痛苦 怎么办 短期出家十年 因为你短期出家 你的身体就变大丈夫 所以女人的业障就没有了 缅甸是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都觉得 很实用 希望妈妈健康 多在佛前寺庙替妈妈供灯 然后呢 在花园替妈妈种一棵绿树 会健康 希望祖先找超度 在佛前供两盆兰花 父母 现世者长寿 往生者超度 简不简单 所以今天他们准备了 一百多个兰花 要感谢 护持这两天法会的功德主 好不好 没有护持赶快去护持 就可以带回家 这里面都有写 男女朋友经常吵架 供堂在佛前 供堂在佛前 家里有人吸毒 你要供仪 用这个椰子水 供完佛以后给她喝 最好加甘露丸 就把她身上的毒瘾 减到最低 等等等等 希望你的老公没有外遇 供枕头给出家人 昨天讲了 对不对 因为枕头给出家人睡 那你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同枕头 简不简单 枕头给出家人睡 你身体不会痠痛 皮肤要好 送出家人的毛巾肥皂 所以身体要健康 除了放生 布施药 布施药给别人 布施药 昨天又讲心脏要好 不要洗肾 供养水 各位多在佛前供水 送给人家喝 水就代表净化 所以有这些 各位要自己看 请翻到148页 大本的 我们就简单的说明一下 各位可以发问问题 大家念一遍 阿底霞尊者 是一位大菩萨 世上是个佛一样了 他把他这一辈子的 往生之前 跟他三位最亲近的弟子 讲了21点 他一辈子修行的经药 所以各位呢 这个经药你一定要去了解 有弟子问尊者 在一切道法中 什么是最殊胜的法 尊者答道 一 正物无我之意的人 即是最殊胜的智者 二 最殊胜的慈戒 即是心相续条楼 三 最殊胜的功德 即是具有饶意之心 四 最殊胜的教研 即是经常观察自心 五 最殊胜的对峙力 即是了知一切法 皆无自信 六 最殊胜的行为 即是与世俗人相伪 七 最殊胜的息地 即是烦恼得以减少 八 最殊胜的神通 即是欲望减弱 九 最殊胜的布施 即是没有贪质 十 最殊胜的戒律 即是内心极净 十一 最殊胜的人路 即是处于低位 十二 最殊胜的精进 即是放下一切所事 十三 最殊胜的禅地 即是心不照做 十四 最殊胜的智慧 即是对任何法都没有恶种我质 十五 最殊胜的善知识 即是指出求知者的缺点 十六 最殊胜的教研 即是对症下药 十七 最殊胜的好友 即是正知正念 十八 最殊胜的激励 即是怨离 磨害 疾病 等苦难 十九 最殊胜的方便 即是顺其自然 二十 最殊胜的恩德 即是引众生进佛门 二十一 最殊胜的受益 即是心向善法 第一条 最殊胜的智慧就是什么 就是体正无我之意 你如果体正无我 你就没有痛过 身体不是我 所以他快乐 他健康 你不会被他影响 他说如果你强加 这个身体是我 当然你就会痛苦了 现在 这个钻戒是我的 别人拿走 那你也会痛苦 因为这个钻戒 它只是一个因缘吧 所以 它并不是属于谁的 那你要了解 钻戒跟石头 有没有什么差别 石头还可以盖房子 钻戒不知道干嘛 但是 那你要去体悟 这个无我讲的就是没有分别 因为佛像也好 花也好 大便也好 本质都是空性 所以它是平等的 只是它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什么地方 而不是说佛像才好 那大便也 人家牛大便 牛尿可以做药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它本体是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只分别 所以就很痛苦 最后要练习无我 像我们李光头干嘛 就是消除我慢 不要凸显自己的外表跟人家不一样 每天穿的衣服都一样 它就是故意要让你 没有个人金钱财产 没有个人感情生活 我们是过什么生活 来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内心里面有悲心 有菩提心 这个叫心如黄金 身体做个乞丐就好 所以别人给我们吃什么 就吃什么 对不对 有时候人家亲为我们吃饭 这难吃 难吃也要吃 没办法 但是随缘吧 因为不执着了 但是这个我是生命的敌人 各位有没有 就是整个佛教要对峙的 就是刚刚讲我质 对不对 我质生出来变成贪嗔 是种种烦恼 有烦恼就造业 有造业就受苦 所以各位 你要脱离痛苦 要不要消灭我质 对不对 那消灭我质就是断烦恼 那你不要刚刚让自己贪心生气 第二 最殊胜的慈戒 就是心相续调柔 什么叫心相续调柔呢 他说你要依教奉行 不能生气 不能起欲望 你知道吗 你能够心柔软才是慈戒 不然你心有贪有恨 然后你想要报仇就会伤害别人 所以今天有人骂你 你要告诉自己 他正在念佛 念的好大声 然后你告诉你自己 不能生气 因为他在骂子 这个声音 有什么好生气的 如果真的我有缺点 他骂我也应该 如果我没有缺点 他骂我也 也没什么 那你要懂得调伏你的心 这个叫慈戒 这最殊胜的 第三 最殊胜的功德是什么 整天想的如何帮助别人 好不好 那具有饶益之心 所以以后不管谁在你面前 我就想要帮助你 花在我面前 撒个水 让它更美 花喜欢水 对不对 经过树下撒个水 多撒两颗米 因为佛陀说了 树下有很多鬼神 树多的地方叫鬼神村 没得吃的 撒个水 撒个米 可能念过阿弥陀佛 而且各位现在会这样念 嗡阿弘 就把自己身口意所做的功德 布施给对方 好不好 嗡阿弘 也让自己身口意恢复干净 如果对方听得到最好 也让对方的身口意干净 净化 嗡阿弘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想着 念一下 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就想这个好不好 就像你每天在想如何帮儿子 对不对 你天天在想如何帮助你的先生 那现在除了如此 想如何帮助整个世界 美国越好 好不好 中国更好 世界都要好 每天都要回想给叙利亚 好不好 你念阿弥陀佛 欧马里别美好 要想到叙利亚战争赶快过去 欧洲难民赶快回到他们快乐的家 你要经常这样想 具有劳益之心 但是千万不要想 我如何报仇 好不好 他对我不好 我准备跟他干 他打我钱 我准备要告他 算了 不要了 不要有那种害人的想法 想要赢对方 不要有这个想法 各位经过红幕区窗户打开 撒几颗米 嗡啊嗡 撒一点水 嗡啊嗡 这个棋子放在窗户一吹 通通超度了 为什么 经凡所到之处 众生脱离山毒苦 具有劳益之心 你要去想这个 那怎么去做 第四 最殊胜的教研 即是经常观察自心 最后要随时 就像女人很爱漂亮 她随时在走 走走走 我哪里有没有缺点 我头发有没有绑 我衣服有没有穿正 像我这个有没有拉正的 我随时观察自心 这只是外表 我们讲的是什么 观察内心 不要有贪生事 内心要保持在悲心 空性 要这样观察 所以佛陀讲 来 能关心者 就近解脱 一个能够观察 自己内心的状态的 不让他去 一定解脱 这样讲 不能观者 必定轮回 你不能观察你的内心 不能反省 不能控制你的内心 永远生死轮回 这一点各位 不要被外境影响 看到帅的 看到美的 看到性感的 然后你心就跑掉了 经过百货共识 哇 那个衣服好美啊 你干脆买一个出家衣服 挂在家里 这件装不装严啊 买一件 供在家里 对不对 没人看到 拿出来穿一下 拜拜服 将来你都可以出家 对不对 庄严是这个 不是那个漂亮 不过讲到这边 我各位回去劝劝你女儿 不要学外国人穿得很性感 好不好 昨天我们去餐厅吃饭 他们说 师父他们怎么穿那么少 不能看 他们这些没办法 对不对 他们这些女孩子很可怜 他想说男人都看他良眼 他就是很高兴嘛 看谁穿少的 干脆不要穿 所以那个东西 跟着感觉 那个不好的 要能够观察内心 干不干净 但现在人不观察心 内心空虚的很 对不对 痛苦的很 烦恼的很 大家你看 我有车子 我有钱 我身材好 很骄傲 离心外囚很痛苦 第五 最殊胜的对峙力 即是了知一切法 皆无自信 什么叫一切法 爱情 身体 金钱 地位 国家 政治 天气 这个叫一切法 你所知道的 就叫一切法 一切法 都没有永恒 单独 不变存在的 叫无自信 你不要觉得 我是男性 你是女性 没有 大家都是佛性 不要有分别 有钱的人 骄傲一点 没钱的人 就自卑一点 这个都是 很可怜的事情 有钱 天上的 随便一个神 都比人间的 大富贵者 有钱 对不对 但是 人跟人喜欢比 你怎么不跟天神比 你怎么不跟 阿弥陀佛比一比 那是 人跟人比 所以各位 这个就没有用 所以你要了解 一切法 它只是表象 表象是有钱没钱 健康 白黑 白人有黑心肝 黑人有白心肝 黄总人又黑又白 那是无论如何 我们讲的是心态 所以一切法 都是空的 婉然存在 幻化的 真的还假的 请问电视里面的影像 是真的还假的 这个叫无自信 电视只是那个电脑的 颜色那个僵 对不对 组合一个形象 一个房子 一个家庭 一个男女 一个男主角 对不对 你要知道它是假的 电视里面的撰戒 可以拿出来用吗 电视里面的餐 可以拿来吃吗 对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这个 不是光电视 电视是个比喻 你在这个世界看 都只是一个组合体 无自信的 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 那这样你就不会执着 知道吗 不会执着 不然你会执着一个生 执着一个怕一个死 执着一个健康 怕一个生病 那你就不能解脱了 第六 作为殊胜的行为 即是与世俗人相为 吃素对还是吃肉对 对啊 但是人家里也叫你吃肉 出家对还是在家对 你们都不回答了 出家对 那你为什么在家呢 出家人家都抓你 像我们出家 像小偷在跑一样 因为他认为你出家不对 如果到缅甸你要出家 像皇帝一样 全部人都出来跟你鼓掌 所以各位不要跟着世间人走 不要跟着感觉走 要跟着真理走 这个意思 第七 最殊胜的西地 即是烦恼得以减少 西地就是一种修行的成就一样 修行的进步 所以达到什么境界呢 就是烦恼越来越少 好不好 所以以后各位见面 烦恼少佛 这样 要问这个 有钱没有 老公对你好不好 儿子孝叔 这个白问 烦恼减低 第八 最殊胜的神通 欲望减落 这句话最好了 世间人追求神通 各位 现在这个末法神通 大部分都是鬼魔 你不要追求这个 不是没有神通的菩萨 有 但是他不会拿来这个 来吸引众生 真正的神通是 没有欲望 不会要抽烟 不会喝酒 不会沉弱 不会贪着世间的情爱 你觉得这样很自由 对不对 自由 自由自在 第九 最殊胜的布施 后面讲的六度波罗蜜 就是没有贪子 布施是会消灭千贪的 所以各位 钱是谁的 钱是谁的 大家的 不是你的 佛陀说金钱五家共有 金钱不是你的 金钱是水灾 火灾 强盗 贪官 还加一个败夹子的 我们没有份的 佛陀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要觉得说 钱是我的 这个钱 是拿来累积功德了 照佛经做善事 而不是说 钱是我的 那现在世间人就觉得 钱是我的 那这样就不了解 第十 最殊胜的戒律 就是内心极净 极净就是没有贪嗔痴 这个才是词戒 心中无非自信定 内心里面极净戒律 第十一 最殊胜的忍辱 处于低位 什么叫忍辱 我永远坐老了 别人坐老大 现在人喜欢凸显自己 我比别人厉害 我比别人出名 我比别人有钱 那你就 不懂得修忍辱 忍辱的人永远站在后面 不凸显自己 因为中国人叫基因德 基因德 不要凸显自己 所以我在这边我也讲了就是说 像我们办法会 没什么功德主不功德主 前面后面随便你做 那这样以后大家不会有分别 来前面是布施一千的 第二排布施八百的 那就这样 做后面就很丢脸 做前面就很骄傲 但是那有些人为了为了钱 就是故意喜欢用 这样反而引起人家问题 别人布施 我们再讲随喜随喜 可以 但是不能让对方有骄傲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 可以 但是不是一个特权 所以你 我真的认识在世界上 很多很有钱的人 但是他们很少表现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修得好 但我没有压力 如果他因为说 我是有钱人 你要尊重我 那我讲不下去 因为我这个人 我不喜欢交际应酬 我不喜欢去应付这些有钱人 因为我觉得太浪费 那魂牧区多好了 我干嘛去每天跟这些有钱人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不要跟这些有钱人 有特权的人在一起 会违反你的菩提心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佛法是方外的 是出世间法 你不能把世间的搬到佛教来 影响到佛教的清净 这不好 所以各位这一点 有钱的请坐后面 好吗 你搞不好就跑掉了 我不甘愿 因为别人都叫我坐前面 你都干嘛坐后面 最好你坐台上 干脆你坐上面 成佛了嘛 无我最大 对不对 但是所以这一点 各位要谦虚 要扫欲之足 好不好 以后出门骑脚踏车 开个两光车 两光就是可以开那种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故意的 啊 我是有钱人 嗯 这样 这个人苦啊 苦啊 对不对 要处于低位 要练习 这叫什么 低调 低调 对不对 第十二 最殊胜的精进 就是放下一切所事 像各位 昨天今天 放下所事 专心听法 这是不是精进啊 精进 手机都关掉了 管他的 这个时候打了还是来讨债 你不要解了 真的吗 你刚好要跑厕所 电话 这个情况不要解 这个讨债的 对不对 因为不对的因缘 就是不对的事情 你就不要碰了 带个手机上厕所 一直滑手机都忘了上厕所 哈哈哈哈 所以有时候人就放不下就放不下 所以各位这叫放下 叫精进 因为专心嘛 第十三 最殊胜的禅定是心不照做 内心里面念佛 持咒 观想 很专心 叫禅定 第十四 最殊胜的智慧 是对任何法 没有我执 法执 不是我喜欢讨厌 而且法都是平等的 叫去除两种执着 我执就是贪生吃 我喜欢 我讨厌 法执是这个对 那个不对 各位 天主教对不对 对 佛教对不对 对 密宗对不对 对 念佛对不对 对 记住这个 不要在那边对对错错了 错 不道德就是错 这我们不做 这个法是不一样的众生给不一样的法 我们都尊重 你千万不要说 那个 我这个对 你那个错 很多知识分子 特别是佛学家 很喜欢写很多书 批判 凡是你看到经典 或是佛书 经典不会错 世间人写的佛书 只要批判到哪一个宗教 哪一个法门 赶快烧掉 好不好 因为这些是伤害佛教 哪个不对 密宗不对 闲教不对 全天下都不对 就他自己对 他也不知道他修哪一个法门 念佛也错错 禅宗也错 那个也错 到底你修哪一个 为什么 他没有法门 他看不起每一个 所以这个你千万 这种书不要看 千万不要看 不要人家认为说 他写了很多你就看 这些邪知邪见 你还不如直接看佛经 不会错 因为我有很多师兄弟 本来很好 一心念佛 然后就读了佛学院回来 以后不念佛了 这下惨了 这下惨了 那个佛学院回来以后 他认为说 这个才对 那个不对 然后就有分别 后来我观察了几年了 将近现在二十五年了 他们什么都不对 因为他不知道修哪一个法门 反正他出家 他修哪一个法门 不知道 因为禅也不对 念佛也不对 密宗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到底你修哪一个法门 到底你修哪一个反正就是不对 什么都没有修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他就是偏偏找问题的 知道吗 哪一个宗派没问题 这个世间连出家人都有问题 对不对 你不能一个人出家人错就说 全部出家人都错吧 你不能说密宗哪里有错 就所谓密宗给他否定掉吧 你不能说大乘的一个法师 或南传佛教在吃肉的时候 他错吧 巴黎文是很好的 因为站在解脱道 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分清楚 所谓善知识是 这位善知识在带领我们修行的时候 你不要说他慈悲啊 他讲 不对你不要听 听了你中毒 中毒以后邪见没救 这一点真是要小心 所以这一点 各位要自己去分析啊 要去分析 第十五 最殊胜的善知识 局势指出求知者的缺点 敢讲你缺点人的善知识 有钱人啊 功德主啊 你不能讲他缺点 讲他缺点 他不来了 那就没得修了 所以各位 我师父就这样 我师父要出家 就拿着那个拐杖 交给我施工 你跟我讲没用 要用打的 讲的没用 不会痛 要打的 搞不好还有用 因为人呢 因为我师父三十二岁出家 他说三十二岁太老了 功每天啊 讲不同了 要打的 所以人要年纪越大越小心 因为呢 会有自己的观念 所以能够一针见血的 你看一下 严师出高徒 各位你要不怕被打 不怕被骂 那你 你还有修行的 你喜欢按摩按摩 交际交际 那就没意思了 反正你有钱吗 功德主来来来来 交钱来 我对你很好 那这个意义就不大 第十六 最殊胜的教研 就对症下药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就像好的医生 知道你病的原因在哪里 知道从这个病医里面给最好的药 所以我想我们去修行 各位 以后你去碰任何一个法师 你只要认为他肢见正确 你多去接近 法师 你有看到我的缺点吗 请你直说无法 跪下来很虔诚 你不要依附说 你讲了我要准备给你辩的 在家很好修 出家很难修 出家以后 我是出家来的 你干嘛讲我 干脆讲天南地北 脱欧 足球讲那个比较快 因为没人敢讲对方的问题 那这样就没进步的空间 特别出家人更要谦虚 碰到老和尚 你看我哪里有对有错 在家人也是 所以各位以后你见到一个出家人说 师父 我叫三界居士 他就问你为什么三界 不杀身不偷到我还要喝酒 师父针对你一守三界 还有两条没守 你要老实讲 师父五界居士 那你怎么不守菩萨界呢 有没有守八万才界 因为对方要知道你的问题 帮助你 你不能说不好意思说 我才两界 你还说我受菩萨界 那做不好 师父告诉我怎么做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师父本身要站得很正 而有钱我就不讲了 不行 所以一个愿意慈悲 一个要有信心 这才可以 所以各位呢 你对你儿子会不会对症下药 为什么 爱他 希望他好 对不对 但是你对你老公 要不要对症下药 不行 逃打 不行的 男人爱面子 女人更爱面子 先给一点甜头再来说 对不对 你要对女孩子讲话 送给他礼物 然后他高兴 人家跟他说OKOK 那就OK 对不对 不送礼物光讲缺点 那也不行 所以做个菩萨要知道 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 讲什么话 但是也是希望对方 但是如果长在修行 我们中国人叫参化头 禅 那是用打的 对子 针对你的 你讲的天话乱罪 跟你也没关系 就打下去 四圣地什么 苦鸡面到背了 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是这样被打出来的 那我很感谢我的老师 他说你背 你读书太容易了 你会不会再做 你不会做 你讲的背到天亮 也没用 所以各位 你要碰到好老师 还不容易 要有实修 第十七 你家最殊胜的好友 即是正知正念 所以各位要了解 世神体空性 我们有没有保持 这个解脱的心 菩提心 这才是你生命最大的依靠 这一点有没有要记住 第十八 最殊胜的激励 即是怨敌 以磨害疾病等苦难 佛以苦作老师 念一下 三世诸佛 以苦为师 所以各位不要在这个世间求快乐 不要 这个世间磨难随时会来 五分钟的健康已经不错了 了解吗 一下另外一个病就来了 连过这五分钟的精进就很不错了 所以也不断的有灾 所以你不要笑人家 这个人被攻击 这是因为他有在修行才会被攻击 这些冤敌磨害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人要杀他 有啊 国王要不要抓他 有啊 目前年是怎么死的 被打死 所以各位要了解 不要怕磨难 这个磨难会让你谦虚 了解吗 你如果很健康很有钱 豪贵学道难 知道吧 因为你条件太好 你就我修得不错 然后你又忘了众生苦 所以各位要有痛苦 要痛苦 所以迷日日巴 迷日日巴 他要那个 告诉他的弟子 刚博巴 刚博巴要离开的时候 迷日日巴 我把最后的口诀 修行的精髓交给你 然后在桥上 迷日日巴就把衣服脱下来 里面都是节啊 都是那个皮肤中 已经修苦行的 给他看 这就是你师父 死修来的 也不是光嘴巴 死修苦念的来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要不怕磨 不怕痛苦 痛苦是我们最好的修行 第十九 最殊胜的方便 就是顺其自然 这个顺其自然叫 一切随缘 不是随便 福教也因缘所生法 善也算报 恶也恶报 疾病也可以修行 健康也修行 我们都会发现 如果疾病可以帮助我修行 请你继续让我疾病 如果健康可以让我利益 更多种 请你让我健康 如果死亡可以让我开悟 请你让我死亡 一切都可以接受 顺其自然 不是要排斥 所以各位要养成的 念一下 一切随缘 不离大悲心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随缘 但是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我要我不要 太累了 第二十 最殊胜的恩德 即是引众神进佛门 今天有没有带人家来听法 过招呼招呼 以后最好还包巴士 包午餐 台湾人都包巴士 包午餐还送礼 菩萨就来了 引他进佛门 早请孤魂野鬼 好不好 以后各位送地上经 来啊来啊通通来啊 这样 我送地上经 你不要怕 不能怕 为什么 来的地方叫解脱 是一个极乐世界 他不是到你家 他是到一个极乐世界的坛城 知道吧 因为你要送地上经 你要用阿弥陀经啊 让他们学佛 透过各种方便 那个食物给鸟吃 我念过翁阿弘阿归佛了 让他吃了解脱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啊 引导更多人来学佛 好不好 学佛 我现在最大的期望 希望纽约啊 这个这么多人地方 有一个观音店 没有人管的 那个观音菩萨很灵感 大家都去拜拜 去抽签好不好 去看佛经 那个这个就是无派别的 因为是慈悲嘛 我走遍世界 每一个唐人街 都有观音堂 好像纽约没有 到底有没有 有吗 带我去拜拜 210号 210号 大还小 很大 有人管吗 最好没人管 有人管 有压力 进去会怕 钱那个要钱 我讲的观音堂 是不要钱的 没有压力的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以后在你家门口 就摆个观音菩萨就好了 意思是说 没有压力 大家拜拜 什么都没压力 没有金钱色彩 没有法门的压力 因为什么 观音菩萨没问题 人有问题 但是如果那个人没问题 那多一点人都没关系 那就是欢喜 我们拜拜 不要有压力 压力就是说 要盖庙 要那个钱 然后我们就会 就会拜不下去 如果有 最好了 好 所以 第21条一起念 就圆满了 最殊胜的受益 即是心向善法 所以十三越道经 念念善法 是最大的保障 最大的功德 想着我要去帮助众生 要去祝念 要去放生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不要排斥 我喜欢祝念 我不喜欢放生 我不随喜放生 这样你就伤害佛法了 放生是佛法 祝念是佛法 念佛是佛法 祠宗是佛法 显教是佛法 密宗是佛法 通通是佛法 但是你不要把自己 规定在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原始佛教的经典说 把自己归类在某一个道场 法门 是违背佛法的 因为万法都是空的 不要把归类 有些人参加我法会 师父我来 在后面你不要照相 免得我师父看楼 故意要穿的一个制服 我是什么法门 我跟你法门 这边穿红的 那边穿蓝的 那这样不好 这个是哪一个寺庙 这是哪一个寺庙的 这样 然后 这个不好 所以我想 慈悲就是我们的道场 而不是哪一个寺庙 特别有钱人要小心 有钱人那些 那些需要钱的 哪天跟你讲你拜访 成为会长 什么什么长 以后你就不自由啊 我们道场不放生了 所以我偷偷来 戴个墨镜帽子 能不能放 师父你不要讲 不要跟我拍我 跟摄影机讲一下 对不对 那我这边在做烟共 不能来 我师父说命中 不行 我做烟共 你要戴墨镜 你夫妻骂那些要戴墨镜 因为我怕我师父骂 说你那个不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那你不是把自己绑脚了吗 何苦呢 慈悲就是佛法 所以佛陀说 慈悲平等就是佛法 对不对 你到天主教堂去念大悲咒 你还怕我看吗 对不对 福布上说好啊好啊 对不对 慈悲啊 大悲咒就是要去别的地方念 叫大悲 你得念给自己听叫小悲 所以既然要念大悲咒 念给众生听 更多没听过的众生听 对不对 那就叫大悲咒 心经 心经是空 超越一切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是说 我们修学佛法要正的这种平等 空性 无我 但是我们达不到 因为我们有问题 有问题叫找严施对症下药 所以有些人来拜我做师父 我说这个不要随便拜 我很严的 但是如果叫信徒随便你叫 但是佛教里面要收入门地址 很难的 很难的 因为你要负责出家人说 你度一个地址出家人 如果交不好他 杀五百个人 等于杀五百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找我出家 结果他不学佛法 乱七八糟 我师父是谁 我海道法治县 还有一点知名度 然后呢 他就去害人 所以不能随便 但是各位你没有师父 那你就可怜了 所以一定要有师父 那师父不要光一个 真正的正知正见 慈悲心的你要去拜 要去学 要去学 但是如果你是修秘宗呢 真正到了 修秘宗也不能随便修 你菩提心不到一个阶段 波罗蜜不到一个圆满 你去修秘宗也看不到佛法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 你的菩提心 你的波罗蜜已经修到 资粮够了 你要去亲近密宗 可以 那你要找到一个根本上师 那为什么要相信他 这个就是 有相信你就没有我职 了解吗 那他就可以给你做圆满的灌顶 可以让你 为什么要灌顶 因为我想要早一点成佛 早一点度众神 而不是跟着时间走 现在流行密宗 我也要 你不知道那是一种承担 而不是一种流行 所以我想 讲到佛法 大家还是要有 指见要正确 要指见正确 看经典 清净善知识 那对大家 帮助就到 好 留五分钟 各位如果有问题 举手问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回向了 好不好 今天晚上不要吃肉好不好 对啊 因为你中午没吃了 晚上又吃都可惜了 就一天圆满 佛经说 一天持栽 永不遭遇刀兵节 一天吃树 生生世世 不会生在战争 沙沙的地方 这个很重要了 好 有问题吗 我的国语不好 我想请师父 看看我跟我的先生 的夫妻关系 可不可以啊 现在很烦恼 不是 你这样问就错了 除非对方是佛 有神通 那佛也不会谈这个 但是如果你说 你叫我们用这个 拔筝 那还可以 因为问佛吗 又不是问我 对不对 那是 那个是私底下在说 但是 先生关系好不好 看自己吧 你愿意忍入 就会好一点 你不愿意忍入 就好不了 因为爱情这种东西 佛经有说 结婚以后 爱情只剩下六分之一 六分之五是 做他姐姐 做他仆人 做他朋友 没有一个天天谈恋爱的 所以我想忍辱 比较重要 特别你是女人嘛 女人就只能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消业障 古时候女人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辈子他就这样过来 为了子女也要过来 但是如果你追求一个 你要跟我对我很好 陪我吃饭 那你可能会失望吧 所以我想就算宝贝也是你的心态 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追求的是每天他对你很好 那就那很难 这个很难 你不要说你很苦 搞不好你老公也说 我也很苦 因为这个结婚就是互相忍耐 对不对 来自两个不世界 不一样世界人 天天要睡同一张床 这麻烦了 连用个马桶都会吵架 我有一个朋友 为了马桶跟他太太离婚 为什么 他太太上马桶盖子放了 对不对 上完胎子就不翻起来 他每次先生骂他 为什么你上完马桶盖子不拿起来 他干脆就直接上小号 然后太太就骂他 你为什么上小号马桶盖子不翻起来 上面滴了都是水 你叫我怎么上 我怎么翻你了 我说那你不会再买一个站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对 男生归男生 这个也要吵架 吵到后来离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一切都是忍耐 没有办法 好 还有吗 很多人说归依了 归依一个师父 就不能再归依另外一个善师 您怎么看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很多人都显密双修 您已经归依了 干玛巴大法王 请问我们这些在家修行的弟子 应该怎么进行双修 或者是怎么去 不是双修 是 哦 OK 怎么去理解密宗和显宗 好 谢谢 我想归依 归依不是说只能归依一个 但是你能够归依一个就算归依了 但是每一个法师来 如果你觉得他正知正见 我就不理 我都想要跟他解缘 叫归依他 就像我出家了 你刚刚讲的我归依他吧 我归依很多上师的 格鲁派 撒迦派 我都归依 因为这位上师有法 他很慈悲 我就老远跑去归依他 去接受他的教法 因为我们在追求进步 那第二个显教跟密教 不应该把用教来 因为显教密教都是佛陀所讲的教法 只是 一个是从阴地去修 修显教你有个次第 那修现密教呢 它是从果地就说 你要观想 你自己就变成观音菩萨 那事实上我们 汉传佛教教我们这样做 修行的时候要谦虚 要从阴地 但是呢 立他的时候要代表果地 一样意思 就是说 我现在在这边讲课 我必须要代表观音菩萨 我必须要有那个悲心 求观音菩萨加持我 就像你去祝念 你去祝念的时候 我代表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密 但是我做的东西是因 我是一步一步次数念 世界来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两个东西呢 世上缺一不可 如果修密教的人 不研究显教的经典 那好可惜啊 因为经典才是佛说的 那密教他们研究论 显教研究经 但是你研究经典的人 不研究论也好可惜啊 因为论是把经典的经髓解释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要经律论三种都要 所以显教重经 密教重论 但是戒律是基本啊 那如果没有戒律 那也不用谈 所以我认为 不要把佛教分说 小秤大秤密秤 因为这个都是佛夺的教法 你不能说 我修险教断人家密教 修险教断人家密终 那你就毁谤正法 清漫正法 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解脱 所以我认为 小秤是讲的是出离心断贪心 大秤讲的是慈悲心断称慧 密秤讲的是断我执 要达到空性清净观 所以他们要念 欧玛尼便便要观想 整个世界变成普陀拉净土 那这个都是对字贪嗔痴的方法 但是精髓是在消除愈痴 那如果你悲心很强 真的想要赶快利益众生 那你当然要修密宗 但是你修密宗 你不能离开经教 不过我发觉现在 密宗的上师 他没时间研究经典了 为什么因为他要背五大论 要变经 然后他就开始这样 那显教的法师 他比较松散 但是他自由研究经典 但是如果要成佛 要真实利益众生 这两种都要 那像我 因为我是跑来外面的人 管理史研究密教 我都有懂才行 管理萨尔萨迦 格鲁派 我都有懂才行 因为我要学习进步 我也要帮助对方 我在小秤里面也很熟 因为对于小秤的 出离心的巴黎文 我都很熟 因为这个是基本 如果我没有出离心 我可能会利用 利用佛教来做一些 那也不好 所以我想这个不用分 不用分 只是 如果你去接近这位法师 他虽然显教讲经讲得很好 但是他排斥密宗 那你也不要听 因为没有加持 因为他对佛陀 斩断他的头 那不行 所以所谓政治正见是说 这个法师 他对于小秤大秤密秤 他都是平等的尊重 那可以 那非常好 那如果他是偏一边 那你要小心 甚至很多修密宗的上师 他不懂显教 他是藏人 他不懂华人 他这样你怎么修呢 你得到的是藏传文化 也不是佛教精髓 那意义也不大 所以如果一个藏传的上师 他真的要度华人 他懂了汉传的经典的精髓 吃素 经典 他也懂了汉人的文化 那是代表他慈悲 因为他想要度嘛 如果他连这个方便都没有 所以有时候在念经 我就问他你们在念什么 我都念藏文 你懂吗 不懂 不懂 你来念干嘛 那如果这位上师 他懂得要度汉人 他应该把这个都翻成中文 因为藏文他已经会了 他应该陪我们念中文 那对吧 所以我这一次在加拿大 我跟他们念仪轨图 念英文很好 因为仪轨全部翻成英文 英文更容易懂 英文是白话的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 你如果说虽然很喜欢密宗 结果念老的那边仪轨 都是藏文 你也听不懂 你不白念了吗 因为就没有达到佛法的定会等词 我们专心念 要知道里面的意思 所以我想 那你要有这个方便才行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九官鸟 九官鸟尖叫救助 有一间机车行的陈老板 养了一只名叫小黑的九官鸟 这只鸟 这只鸟 这只鸟非常聪明 而且很会说话 你好 你好 小黑 你也好啊 我好 我好 陈老板 又在逗你的小黑呀 是啊 这小家伙都快成精了 你好 请坐 请坐 哎呀 真的呀 陈老板 你这只鸟可不得了啊 卖给我吧 多少钱你出个价 这可不行 小黑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我怎么舍得卖呀 不卖 不卖 哈哈哈哈哈哈 陈老板对着这只鸟叫小黑的九官鸟 十分喜爱 每天打烊后都会喂喂它 陪它说一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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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饿了吧 谢谢 谢谢 哟 昨天才刚教你说谢谢 你今天就会说了 小黑 你可真聪明 谢谢 谢谢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 陈老板跟往常一样 打烊后 逗了一会儿小黑 便去准备洗澡休息 你好 请坐 哈哈哈哈 行了 时间不早了 就不坐了 我洗个澡就去休息 你也早早睡吧 早早睡吧 早早睡吧 谁知陈老板才刚洗了一半 就突然听到九官鸟小黑发出一阵阵从未有过的尖锐叫声 啊 怎么回事 陈老板 陈老板从后面逃声后立即打电话向消防队报案 喂 叫方队马 不刘则 后果真的不敢想象 小黑 小黑 如果要打电话实在太危险了 还是等消防队员来了再说吧 小黑 你要坚持住啊 快打开水间灭火 快打开水间灭火 我的小黑还在屋里 你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啊 小黑 是啊 他是我养了两年的九官鸟 火势这么大 要是进去的话太危险了 为了一只鸟不值得啊 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啊 那只鸟对陈老板来说就像家人一样 是啊 是火势 我正在洗澡 要不是小黑发出尖叫声 让我及时逃了出来 恐怕 现在我已经 葬身火海了 啊 你是说 你养的鸟救了你的命 是啊 所以 我感求你们无论如何 也要把小黑救出来 好吧 那只鸟这样的有情有义 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 现在我就进去救他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然而这只鸟人救主的九官鸟 早已被火蛇吞噬 烧死在笼子里了 当消防队员把九官鸟的尸体 带出火场时 陈老板痛苦不已 小黑啊 你那么聪明 早知有今天 当初我就应该教你说失火了 那样的话 我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带着你一起逃出来 你也不会死啊 你也不会死啊 这次火情 共烧毁九辆全新机车 与两辆旧机车 损失颇重 不过 最令陈老板不舍的 还是救他一命的九官鸟 因为当时小黑被关在鸟笼里 所以无法及时逃生 才酿成无形 为了感谢九官鸟的救命之恩 陈老板在住家附近 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好